大家好 我是五谷一 大家好 我是大亮 咱们这个寒州执行就要结束了 到时候我们要准备离开寒州了 开启我们新的里程了 知道 就是我们这场卖货呢 就是周六周日这两天 对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我们都是看在眼里面 很多老铁一个人笑了好几单 这些我们都是有看到的啊 是的 然后这次谷一卖货 然后才卖了17万 就是目前的还没退货的数据是17万 对 差点就路费都没赚出来 对 就是其实但是我还是很满意的 好打好打把路费给赚出来了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从庚河到这里 关高速费就花了一千九左右 然后再加上邮费就差不多要三千七八 然后我们来寒州就是他没有帮我们赤柱 对 赤柱都没管 然后他才卖了17万 后面还有退货的 然后他们给的佣金是很低很低 低到超乎我们的想象 真的说实话 然后就是 但是 咱们好歹是 路费赚出来了 所以还是很满意的 对 没关系啊 对 心要放宽一点 因为为什么 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嘛 对 第一次 然后你们做账号也做的 才做半年不到的时间 对 所以还是很好的 其实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支持我 因为就是我们提前有发娱乐视频 很多人都是提前卡点在那边观看我们的直播 就算那个有下了单也全程待在我们直播间 一直帮我们点赞 一直帮我们撑着人气 所以全程都没有下过一千多人 所以我就觉得好感动 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守护着我 守护着我的直播间 看着我卖货支持着我 所以这一点我是真的很感动 非常感谢你们 非常感谢你们 然后现在呢 就是我们还没有出发的原因 就是还在等大量的车 对 就是大量的车目前还没有到 对 好像是明天可以到 明天就可以到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重新出发了 是的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三个人的行程想法都有一点不一样 小雅目前好像是确定想留在韩州 卖一段时间货 对他已经走了 对就是现在已经是分开了 他去找他朋友了 因为他这种接近年关了嘛 再往外跑的话确实是比较费时间也比较辛苦 所以他就想定在韩州可能想卖一段时间吧 然后面我和大量呢 就打算继续出发 但是我们两个还没有确定好去了 对 我们产生了一点冲突 对 因为如果说这些 如果说现在回家的话 那又要停跟很长时间 对 如果现在出去的话 说实话 时间很紧 我就比较想往川西走 然后面大量目前是想往东北 在庚河或者是墨河发现 墨河吧 因为那边没去过嘛 就去到庚河 墨河没去 对 那我就觉得川西 冬天的川西也很美 所以就是我们两个人现在目前是意见不同一 对 然后面所以就还没有确定 不懂得到时候是选择往哪走 只能等大量的车到了 修好之后我们再做决定吧 对 是吧 现在咱们就是在寒州逛一逛 给我狗子买点狗粮 给他补一补 好吧 咱们走吧 去逛一逛 现在和大量还有粉丝大哥华哥 咱们现在到了安餐古镇 你看就是在这 这里有特别多的这种蜡鱼 蜡鱼 哎呀你看 现在大量看到这些蜡鱼蜡蜡蜡蜡都快螺不动脚了 你看这里全是晒的这种 像都那么样 你看 哎呀这个鱼 你看这边呢 颜色多好你看 你全是这种 咽鱼 对 这是叫咽鱼是吧 对 你看 我只有一个鱼尾那么大 咱们考虑到快出发了 所以准备给狗子无产买点狗粮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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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么多小狗子 好可爱 里面是含有这么一层洞干 所以怎么用 这帽子给我拿一袋这个吧 不唱 坐下 哎呦 你好乖 哎呦 哎呦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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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要给你东西吃了是吧 知道要给你东西吃了哦 等一下 你卡 吃慢点吃慢点 咱们狗子无产还是长大了很多 你看 来我吃 摇个尾巴 哎 还是挺乖的 是不是 噫 你看 吧 世界很美好,我想去看看 这句话让很多人心动 而我正在行动当中 自驾游这六个月来 我渐渐喜欢散了这种旅居的生活方式 每天去不同的地方 看不同的风景 结交不同的人 就是每一天都是为之新鲜的 就特别的神奇 但是呢,这种费用确实挺高的 我一开始的买车 还有自驾游的费用 都是我前期工作存下来的 但是这半年花的也确实是差不多了 因为费用实在是太高了 就是每天的游费,过路费,修车费 偶尔的住宿费 还有吃的费用 就是出门在外处处都是开销 就是开销超乎我的想象 现在就是 所以才有了这一次的带货尝试 因为我们这种自媒体收入都是特别透明的 就只有视频收入 你直播的话只有PK收入或者是带货的收入 嗯,视频收入的话 我一条视频大概就两三百块钱 那就只够一天的邮费 所以PK呢,我几乎就是没有收入 就是,所以呢,现在我为了能持续这种自驾 所以我就只能尝试着直播带货来增加我的收入 才能继续这样旅行下去 但是这一次和大量的一场直播带货总体来说还是非常成功的 其实我还是感觉这个自媒体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我拍视频记录,记录我的生活 你们通过视频喜欢我,就是关注我,喜欢我,支持我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感觉好感动 有那么多人支持我 所以呢,我为了让自己可能更残远的走下去 甚至以后想来一个环球游 所以我就想着学习直播带货 增加自己的一些收入才能走下去 因为咱们毕竟是家庭条件很一般 所有的费用都得靠自己争取,自己赚取 所以我会到时候我的直播会尝试着带带货 喜欢我的话,有空的话也可以进咱们直播间聊聊天 如果刚好碰到你有需要的产品 那你就可以下一单支持一下 这总比你PK上票好一点吧,对不对 明天呢我们应该就要准备出发了 好了,喜欢我们的点点关注吧